台北市方和实验中学是不少家长心目中实验教育的热门学校 今年新生入学210位学生抢30个名额 但日前在进行抽签的时候呢却引爆了争议 因为抽完之后校方发现名单有误决定要重新抽签 让原本正取的学生变成落榜 家长很不满质疑校方抽签的公正性 而校方呢在下午出面道歉并且模拟当时抽签的状况 强调不会有被动手脚的可能 进来之后他就有他的顺序 我在排序好之后再决定我要哪一组乱数 校方秀出抽签模拟系统 解释抽签方式是透过电脑乱数产生序号 再经过两轮转盘抽签 过程繁复最后产生名单 大费周章解释因为国中部新生入学抽签引发争议 不少家长心目中首选的北市方和实验中学 今年210位学生要抢30个入学名额 有学生原本被抽中正取 但校方发现学生名单被重复置入 重新再抽一次 导致原本正取的学生变成落榜 家长怒批校方行政程序有瑕疵 后续处理态度是很草率的 关键时刻的录影带是变成 所以我们有跟教育局反映 我不晓得是他也被学校方面给蒙蔽呢 还是他们其实上下教想谁 教育局根本没有父亲监督的责用 有造成一些疏肉 然后影响到很多的 然后造成他的不安跟疑虑的部分 我们在此事实上万分的歉意 所以我们选择了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方式 希望能够用一个比较公开的 大家可以公开看到名单的方法 校方模拟抽签过程强调不会被动手脚 但家长质疑过程不公正 教育局介入了解 教育局只处理校长的部分 校长有自情处分 我们教育局就会召开校长考核 成绩考核文会来做讨论 三多周少中签率只有七分之一 但从正取到落榜 小孩心情如洗三温暖 家长只想要一个合理交代 这里的刘志宇 许兄明台北报导 晚安